好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新的一章 叫福利业变广光学和相应指分析方法 那么实际上头呢 这个现代变广光学啊 直较于我们的已经学习过的经典的一个波动光学 它和干色和眼色 尤其是和富兰和平眼色 是息息相关的 只不过呢 从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看待 这个一个波动的 一个传播的问题 一个眼色的问题 这样一种重新的看待呢 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意义 它由此呢 发展出一个光学里头一个新的一个分支 就所谓的光学信息处理 光学信息处理 那么我们光学界呢 普遍的认为就是 光学或者是说波动光学 在近几十年里头一个重大的一个 在概念理论上头的一个发展 就是建立起变幻的概念 体现在一个变幻光学里头 那书里头这样一个图啊 就是表明了一个现代变幻光学 和我们所熟悉的一个经典波动光学的一个关系 一个框架图 在惠共识菲尼尔原理基础团 我们可以去分析讨论 光波的一个传播的问题 也就是光波的眼色的问题 那这个眼色呢 分成两个类 弗兰赫菲尼颜色和菲尼尔颜色 那么这个台阶呢 是概括了这个眼色的应用 我们已经学习过了眼色风光 所谓的光山光谱仪 我们也学习过了眼色分析结构 就是晶体眼色图 不限三维了 二维一维都可以 那么我们即将学习的 就所谓的眼色成像 眼色在线波前 那么眼色在线波前 就在全新树图园里头 就要论及到这个问题 波前的全新记录 波前的这个再线 就是一个眼色 眼色为什么能够再线 最初记录下来的 那样一个全新的一个波前 那么眼色成像 我们即将在这一章学习 阿贝成像院里 当然还有点扩张 点扩张函数 那么重点的是阿贝成像院里 也是可以成像 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光学的空间滤波 和光学信息处理 也是导致了一个点扩张函数 几何光学语言来说 就是相差 一个物点经过了光学系统 一位镜头的眼色 它不再是一个物点 有一个强度的一个分布 有一个扩张 所谓点扩张函数 这就导致了 像值评价和传递函数 对一个像的质量 做出一个客观的 统一的一个评价 标准 那就是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 确立的传递函数 光学传递函数 当然传递函数的概念 在电子学网络上头 电子学信号里头 早已经有了 那是一个一维的 一个时间信号 电压电流的传输 都有一个传输系数 传递函数 而现在在光学里头 出现了类似的这样一种概念 和分析方法 但是这一部分过于专门 而我们重点是放在这一部分 整个构成功劳 一个伏利液变化光学的一些内容 当然我要把伏利液光谱鱼呢 勉强的也塞在这里头去 尽管这个光谱的光谱鱼 它的一个机制和这个光山光谱鱼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框架图 从这样一个盖茅图来看 这是我这些提到的 现代的一个变化光学 是以经典波动光学的 一个基本原理为基础的 是干涉眼色理论的综合和提高 它与眼色 尤其和弗兰和平也是细细相关 所以对于熟悉经典波动光学的人们来说 他们有着较充分的概念储备 和较充实的物理图像 因为就具备了很有力的条件 去深刻而灵活地掌握现代变化光学 那么我和你们都是属于这种人们 熟悉经典波动光学的人们 有很充分的概念储备 和这个很充实的物理图像 来掌握变化光学 好 现在我们看看是怎么细细相关 是怎么指根 是怎么发展的 那么这是第一节我们是 第一节就是颜色系统 和波形变化 第二节就是相位颜色原件 就是透镜和能镜 第三节是波切相应值分析方法 接着是鱼选光山的颜色厂 弗拉荷卫颜色实现平行数的弗利液变化 这里也将出现超精细结构的颜色 影视波 影视波 阿贝成像院里和空间绿波实验 光学信息处理列举 在尼克相称法 在尼克由于发明了相称法 以及相应的相称写维镜 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奖 然后第11节 弗拉荷卫颜色的普遍定义和多种装置 弗利液变化和Delta函数 紧缺获得物频谱的三种系统 这么一看的话 这一张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张 但是后面几节 我们不准备很仔细的去讲 好了 现在我们让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 我们对颜色问题的一个框架的认识 一个颜色系统 一个颜色系统 那么这里有个颜色屏 然后呢一个光一照 后场呢就是一个颜色空间 前场呢是个照片空间 颜色 一种颜色屏过去就开始 也可以是净产颜色 菲尼尔颜色 原产颜色 弗拉荷卫颜色 那只是我们 接受哪个地方的颜色屏 你感兴趣的是哪个地方 有多很多应用的是哪些地方的颜色屏 只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样一个颜色系统当中呢 我们要注意到三个波浅 三个波浅 一个是入色光的 一个入色波浅 入色到颜色屏的 U1 整个颜色屏的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一个二维的一个颜色屏 所以这样一个颜色屏的屏命名叫XY屏 U1 通过颜色屏以后变成U2播起 然后呢 播呢就要传播 到前方 我们所接受的两个屏幕 上头的一个波起 一个场 U XP Y屏 这样一个平面上头 所以我们关注三个场分布 入色屏 入色屏 U1 XY 出色屏 U2 XY 也设屏 UXP YP 函数 这里说出色屏 就比较灵活 它也会是透色屏 也会是反色屏 好了 从这里来我们已经看到了 三个波起 U1 波起 转化为U2 波起 但是 也设屏的作用 由U2 波起 导出 前方 某一次的波起 这是波的一个传播的行为 这个呢 已经由 惠格斯 菲尼尔 克希霍夫 理论给出 常见的一个 经常用的一个表达式 就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在伴助情况底下 就这样一个 眼色场的一个积分表达式 那么 在这里头显示的 这个 波起 函数 U2 是出色 波起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球面波的一个积分盒 积分盒 好 这样呢 我们分别两步来说 先说 眼色屏的功能 眼色屏函数 先请我们也陆陆续续 不时的提到这个眼色屏 有个平函数 都比较潦草 现在我们正式 给出眼色屏的一个平函数的一个定义 出色波前 相对入色波前 作为一个笔直 它体现了一个 把入色波前 结果它的作用 变成了一个出色波前 那么波前是一个辅政府的一个表示 所以一般这两个复函数的表达下来 也可以写成一个复数的形式 前面的磨数 写成TXY 前面的相位差这一项 这两个的相位差这一项 写成PhiXY 这是很通用的一个表达式 意味着在这个眼色屏的不同点 出来的波前 可能有相位一个分布 相位差一个分布 也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吸收反射 从而有一个政府 有一个分布 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平函数上头 围线的看 这里有三种类型 三种类型 一种就是 仅仅是磨数 是XY的函数 相位差这一部分和XY无关 那这个呢 我们叫它是政府型的 颜色屏 先见我们遇到的 多数都是政府型的 你像那个 一个丹风 一个巨孔 乃至一个黑白光山 它无非是 透过的函数 零亿零亿零亿 就是说政府发生了变化 相位是 国数都变化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是政府型的 政府型 还有一种是 这个相位差 体现出一个XY的函数 而前面的那个魔术 是和XY无关的 就是说 这是一种纯相位型 纯相位型 这给我们结束的比较少 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 研究透镜 棱镜 就是一个成相位型的 一个颜色品 它主要改变了 出色波前的一个相位分布 是高度透明的 政府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说政府有变化 由于反射和吸收 那国数的变化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都是0.9 都是0.86 和XY无关 重要的是这一条 T和XY无关 而FY角 向角 是和XY函数 那就是 纯相位型 高度透明的样品 高度透明的生物样品 高度透明的那些 凝聚态里头的 二维的晶片 高度透明的 那个光切 这种场合 都是纯相位型的 颜色品 当然 还有两种混合的 所谓相符型的 政府比 即使XY的函数 相位差 也是XY的函数 这是我们对平函数 颜色品的一个平函数 这个 解析的 定量的 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 好了 我们再看第二步操作 就是出色波前 到颜色场 颜色场 我们就用这个实质来表达了 那么 刚才写的这里是U2 有了平函数以后呢 写成平函数 称上U1 由于颜色品的作用 这个U2就不等于U1 不等于U1 因为有颜色品函数存在了 你要知道 这个函数搞到什么意思 这就是没有颜色品作用的手 没有受阻挡 没有受这个相位的改变 就所谓的自由传播的场 现在有了颜色品的作用 那么这个后场 还是这个平面传播的 就不同于自由传播的场 这就是所谓的颜色 形成了我们对波的颜色 光波的颜色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表述 怎么表述呢 那就是当光波 在传播的过程中 由于某种因素 使其波前政府分布 或者是相位分布 发生了变化 那么它的后场 就不同于自由传播的场 就发生了颜色 这是对颜色现象 因果关系的一个最普遍的 一个最本质的一个概括 先前我们有过 什么是波的颜色 什么是光波的颜色的 激动说法 那个说法也都是对的 并不是说错了 一种说法呢 这是我们在中学就知道的 当一个波 在传播过程当中 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它就要偏离直线传播 或者说偏离几何关系传播规律 发生扰射了 这个就叫做颜色 后来我们在这先前 我们研究了一个单红的颜色 一个圆孔的颜色 一个巨孔的 什么等等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这个波的传播过程当中 它的波前不完整了 波前破缺了 只允许一个孔那个地方的波前通过 外面的波前被切断了 那么它就要发生掩饰 就是波前的不完整 波前的破缺 就要发生掩饰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以几何光学的那样一个 一个情况为参照物了 其实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透明片 一个透明片 有某种制服 有某种信息 像我刚才提到的 联居态物理里头 高度透明的 一个 一个二维晶片 生物欺骗 晶体欺骗 不如高度透明的 所以这个波前 你说完整吗 它没有明显的 说一部分波前通过了 其他部分波前被限制了 它都通过了 但是 进去和出来 相位分布发生了变化 相位分布发生了变化 就要导致 这个场不再是自由传播的场 这就是眼神 所以在这样的表达里头 显然我们是以自由传播的场 为参照 区别于自由传播的场 而不是几何光学的场 从自由传播的场呢 来说这个几何光学 觉得要达到几何光学那种 边界分明 黑白截然 它真不容易呢 对不对 所以几何光学是 波长驱灵的时候的 波动光学的一个极限的行为 尽管几何光学 人类认识得很早 这就是对一个波前的 一个普遍的一个认识 那个颜色的一个普遍的认识 我刚才讲了 这三种说法都是逐步深入 逐步全面 谈不上以前的说法 有什么错 那书里还有一段 顺带的要讲一下 这个两个颜色屏 相叠的时候 它的平函数是相加 它是相成 那要记住 是相成 不是相加 这里做一个例题来说 两个颜色屏相叠 微笑地看 说我拿了一个颜色屏 有个颜色厂 我再拿了另外一个颜色屏 又有个颜色厂 我把这两个叠在一起 那么这个平函数 是原来两个平函数的相成 而不是相加 那么这里有一个比较 普遍的一个证明 实际上的话 也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理解 就像你一个单缝 垂直的 它有一个单缝是水平的 叠在一起 单缝那个地方的 透过的函数是一 两边是零 对不对 所以透过一的地方 碰到那个地方是零 当然不会是一加零 是一乘零 对不对 然后呢 两个单缝 正好相交 还有一个地方重叠 都通过了 一乘一 是一 对不对 不会是一加一是二 对不对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两个颜色屏 功力上都要叠加在一起 它的平函数是相成在一起的 这一点 不难理解 以后会历史的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讲的是 这个 好 颜色屏 平函数 以及颜色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就来认真的去讨论一下 透镜和能镜 它作为一个元件 作为一个光学元件 放在光录里头 它即将影响光的传播 所以它也应该有一个平函数 现在我们存 用存波动光学的眼光 来导出它的平函数 它的平函数 那么在存下系统当中 这个图表明了 一个透镜 不管是成像不成像吧 如果在光学系统头有一个透镜 那么它的功能就是 一个不入射的 一个发散的一个波切 由于透镜有边框 所以它提取了波切的其中的一部分 提取出来以后呢 又转化成另外一个 一个波切 如果是一个发散的 它可能转化成一个汇聚的 如果这里有个发散中心 我们叫它物碟 那么有个汇聚中心 我们就叫它向碟 向碟 所以在成像系统当中 透镜有两个作用 第一是限制波切 第二是变化波切 改变了一个聚散中心 统一的我们可以有平函数给予描述 一个透镜的统内 一个是统外的 统外刚才讲了有个边框嘛 所以呢它透过的函数 平函数是零 那么统内呢 这是出色的一个波切 这是入色的一个波切 我们要推导这样一个 统内的透镜的一个平函数 那么这样一个推导呢 是需要做若干近视的 以突出这个主要的 或者是以突出 在实际应用场合 这样一个结果 一个近视条件呢 就是那么透镜表面会有反射 透镜是一个玻璃介质 比如说 那么光在其中传播呢 多少也会有一点吸收 我们呢暂时呢 要忽略反射吸收 等等的一个损耗 等于光的能量的一种损耗 光通量的一种损耗 光强的一种损耗 因此就把它 这两个正伏比 就近视等一 这样子一来呢 这个 这个L下角不是代表透镜 而统内的 它的平函数就变成功 纯向位型的 有前面的魔术是1 这里是一个相位差函数 我们 就是要来推导 入色的一个相位分布 和出色的一个相位分布 函数之间的一个差别 就是所谓的相位差 好 导数这样一个透镜 成像位型的 一个平函数 比如说这是一个透镜 一个材料 透明材料 那么第一个球面的距离半斤是R1 第二个球面的距离半斤是R2 当然R1 R2呢 是有正负号的 比如说球星在右面 这个半斤就是正的 球星在左面 这个半斤就是负的 我们的光线的大方向 是从左到右的 当然有了这个距离半斤的 弯曲程度的一个约定 然后呢我们看看 这个最中心 轴对层的这样一个 两个球 曲面的一个球星的连线 这个轴上 这段的距离 叫D0 所以它的光续距离是ND0 那么你这样一弯曲的话呢 前面这个一段呢 就是空气了 这边一段也是空气了 所以很显然 这个光纯杀 和这段光纯杀就是不一样 它进不了两段空气 从这个构图来看 那这个光纯杀随着离足 越来越远 那么这个光纯就越来越小 所以这样子呢导致了 这里的一个相位分布 和这里相位分布不一样 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半组条件 轻角比较小 半组条件 而且考虑一个薄透镜 现在我画的那么厚 是因为让我们看得清楚一点 薄透镜 所以呢我只要考虑 这段光纯 这段光纯基本上平行 这个轴的 等到两点 这个光纯 表达成为一个XY的函数 是入射点 P点 和出射点Q点 坐标是相近的 等高出射 所以我可以近视的 以PQ这样一个光纯 它是平行光纯的 来计算 这个相位的落后 好了 那么刚才讲了 PQ这段的一个光纯 由前后两段空气 再加上进步透镜的这一部分 显然由于弯曲嘛 所以这个透镜的厚度低 是这个离足的 那样的距离的一个函数 或者说是XY的一个函数 那前面两段空气呢 是比较好计算的 其实用到我们先前的那些结果 半组条件底下 这一个距离半径 R1 那么这一段 是多少 这是有一个 也会说是现成的公式 这一段呢 是等于R1分之 X平方加Y平方 那同样的最后一段空气 距离 是R2分之 X平方加Y平方 考虑到R2是负的 所以我要加一个负号 代表这个是一个正的 好了 那么中间还有一段ND 那么ND呢 我也可以把它转化一下 转化一下 把一个改变的 是XY改变的一个D 用一个 同XY没有关系的一个D0 再用它来表达 你看看这个D嘛 正好是中间最后的那一部分 玻璃 厚度 D0 解决前面一段空气 再解决后面一段空气 然后呢 ND0呢 够在这里 减去NΔ1加上Δ2 再结合上面的那个公式 这样一个最段光程 就是N-1Δ1加上Δ2 那我们就 找到了一个相位的 一个变化函数 这个相位差 就直接成为K 完成 那么 就变成 Phi0-Q N-E 代表1加上代表2 这个Phi0呢 是一个常数 和XY没有关系的 就等于K N-D0 我要寻找的 就是一个相位变化函数 所以常数项 是没有关系的 可以扔掉 可以忽略的 所以这样子呢 就保留了第二项 负KN-E 那么把达太E呢 显示一下 X平方加Y平方 O2R1 达太E呢 所以应该是负X平方 加Y平方 O2R2 就这样子 好 这个事情就算大功告成了 薄透镜 作为一个相位 元件 它的统内的 一个平函数 相位变化函数 就应该写成 E负Ik X平方 加Y平方 O2 这个地方用一个F 这纯粹是为了 写起来 简单一点 其实这个F 是一个缩写的符号 刚才 这一堆 由透镜 仓量所决定了的 R1 R2 或者是绿 这一堆写成功 一个F 一个代号 一个代号 我们的结论是 薄透镜的相位变化函数 具有二次相应值 二次相应值 我们强调这一点 就是在以后的理论分析的 不同场合 如果存在一个二次相应的 质的变化函数 作用在一个波切身上 作用在一个波身上 那么 它的作用 就等效于一个薄透镜 对比作用的一个波切 起一个聚算的作用 尽管那个地方 可能并没有一个真实的 一个玻璃的一个透镜存在 只要出现一个二次相应值的 这样一个函数 作用在一个波身上 它就等效于一个透镜 等效于一个透镜 心里就比较具体了 就觉得有很多 高于几何光学的知识 高于成像的知识 就可以拿来就用了 好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立体 当平行光正入射于这个透镜 求出射光的波切函数 极其特征 那么规范的作法 入射光有一个波切函数 入射波切 现在由于正入射 平行光 所以它是一个常数 AE 那么出射光呢 出射光呢 按照平行数的定义 应该是平行数 中央在入射波前 那么入射波前现在是AE 我把它写在前头 那么 这个透镜的相位变化函数 负RK X平方加Y平方RF 请注意 现在这一堆 代表一个波切 出射波切 那我就可以根据这样一个波切函数 来判断 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波 具有什么特征 这个其中考试也考过了 对不对 现在应该会的 这代表什么波 汇聚的波 对不对 汇聚到什么地方 汇聚到这个F这个地方 这是代表一个 球面波 伴助球面波 它的聚散中心 在轴上 离这个透镜的距离是F 那是什么 这个F是什么 就是焦距 就是焦距了 所以刚才我讲 从一个认识逻辑来看 我刚才强调 这个F仅仅是一个代号 是为了使这一堆的东西 写的太复杂 我另写一行 我没有说它是焦距 现在讨论到这个地步 现在已经确认了 这样一个表达式里头 这个大F就是焦距 换句话说 我们刚才的那个退导 就得到了一个 透镜的一个焦距公式 透镜的焦距公式是什么 N减1R1分之1减去R2分之1 整个的一个 在倒数 就负1 这个就是醉血几何光学 通过透镜的两次折射 得到了焦距公式 也是它 现在我们用纯波动光学 一次性的就得到它了 得到它了 刚才我这里讲了聚散中心 我没有特别讲 这是汇聚还是发散 因为根据这个公式 算出来可能一副大于零 也可能一副小于零 你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一副大于零 意味着这是一个汇聚透镜 F小于零 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发散透镜 所以这个公式 也叫做磨镜者的一个公式 你磨一个透镜要多少焦距啊 你得选好这些参数 以及这些止射率 这样 这就是我们用纯波动光学的眼光 来 导出一个透镜的一个焦距公式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透镜的一个平函数 可以导出 可以导出 一个发散透镜不照射 它会成像 而且物相距公式 别可以导出来 可以导出物相距公式 那这个呢 同学们就看一下 我简单说一下吧 这个也还是 这一套手段 这一套那个分析的程序 再通过这个熟悉一下 你看 发散透镜不 半竹 它的波线函数应该是它了 那么输出波线函数呢 是平函数 承转这个入射 那么透镜的平函数呢 是这个二次相应值 再证明一下 诶 请注意啊 这个 这个因子 这个因子 这三个因子相成 是代表一个波纤了啊 代表一个波纤 这个代表一个波纤 什么波啊 属于什么类型啊 有什么特征啊 那我还再改 改写一下 因为我注意到 这里是一个二次型的 这里有个二次型的 所以它是一个公音值 这里有个RiK 这里有个RiK 我就把负RiK写在这 那这里有个2 这里有个2 那很显然 就会出来的 就会出来一个括号 F分之一 减去 S分之一 那我总会写成一个 S分之一 S分之一 那这个S分之一呢 就等于F分之一减去S分之一 这么一写就清楚了 这是一个汇聚球面波 放逐球面波 聚散中心在轴上 离透镜的距离是S分 S分就是相聚 它代表了一列 这个 比如说的具体的 就是汇聚球面波 那RiK是发散 无所谓 所以00SP 这样表达总是对的 它的聚散中心在00SP SP具有相聚的E 诶 那就我们很快就得到 那个物相聚公式了 对不对 这物相聚公式就得到了嘛 S分之一加上SP分之一 等于F分之一 对不对 中学学过吗 所以很有意思 我们用了一个 纯波动光学的眼光 来算光层 算相位 算相位分布 两个相位分布的差别 得到了一个平函数的 一个 透镜的一个平函数 它的一个相位变化函数 这样子要比 用几何光学的眼光 两次折射 当然它里头也不断的有近视 这样呢 就更加简洁一点 更加紧洁一点 这个处理起来 在理论上都 更加简洁 这个书里还写了一段 透镜对高斯光束的一个变化 透镜对高斯光束的一个变化 那么 透镜对一个球面波 一个平面波的一个变化 我们是很熟悉的 不管是过去的几何光学的知识 还是刚刚介绍过的 这样一个平函数变化 以及那两个粒子体现出来的 那么这个高斯光束 是在激光器出现以后 这个高斯光束 它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 这样一个数语 其实呢 现在用变化的眼光来看 也不难得到 一个高斯光束 经过一个透镜以后 怎么变成另外一个高斯光束 因为 根据物理学的一个禁止作用观点 我这个透镜 直接打交道是这个波切 透镜把这个波切 改善成另外一个波切 这样一个波切 又联系到一层高斯光束 高斯光束不存在是一个平面波 也不纯粹是一个球面波 高斯光束有个腰 最细的地方 在腰这个地方 这个平面是一个等下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平面波的一部分 但是当它向前传播的时候 它的等下面就是变成一个球面了 它这个球面还很怪 这个球面的中心啊 在这 在往前走的话 这个球面的中心啊 在这 在往前走的话 它是一个中心不断变化的一个曲面 是它的等下面的轨迹 只有在很远很远的时候 那样一个曲面 它的曲率中心 正好在腰在这个地方 腰在这个地方 所以书里头给出了一个高斯光束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政府分布函数 以及相位分布函数 说到这高斯光束 因为它都有负的二次型的一个函数 那么指定 只称一个高斯光束 就给出两个指标 两个参数 一个腰的出息 一个腰的位置 那么现在有了头筋以后 当然腰的位置呢 就是离头筋的距离来说 有了这两个参数 就会导出WR WR就是这样一个高斯光束 射到头筋的一个地方去的 那样一个波切函数的两个特征量 好 经过了一个头筋的一个变化函数 它是我们刚才的给出来的二次相应值 它就变成过出色波切的两个特征参量 我们一个P RP 当然有一大堆的函数表达式 特征的参量是我们一个RP WP RP 从而导出来了出色光束的腰的出息 以及腰的位置 你既然可以从这导出它 我当然也就可以从这导出它了 那也就从这导出它了 所以这种解决呢 就是透镜的作用 使得一个高斯光束的腰 以及它的位置 怎么变成另外一个高斯光束的腰 以及它的位置 最后我们得到结论 类似于这个透镜的物像剧公式 相方的腰处和腰距 必表达为 分两步来表达 要是把我们一个P和我们一个P联系起来 把ZP和RP联系起来 是这么一个公式 然后呢 我们一个P和RP也会那么联系起来 分几步来联系 这样一个程序 总之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高斯光束 经过了这样一个透镜的变化 现在我们有能力完全可以解决 但这部分不如教学基本要求 但是知道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能力现在达到了 这很重要 不要自己没有能力的地方 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考虑考虑考虑 弄不出来的 因为你的基本理论没有学 有能力达到什么 能做什么事情 但做起来有很多数学上的处理 现在没有那么多形式去搞这个事情 那以后再说 但是我能做到这件事情 理论即使完全有了 这个对大学生的学习很重要 不要因为有些肢脂解的数学上的困难 把一些主要的物理上的一个把握 给弄模糊了 弄得很不自信 这样就不好 应该休息了